因為我在拍那個劇俱學的諾亞當中的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剛剛跟各位談到說 那個裡面我們先聚焦到 我先這樣講好了 我們要拍很多時候說 我在拍身心障礙的朋友 身心障礙的朋友的什麼 對不對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我們自己要練習 準備聚焦 你要拍東雲的什麼 你要拍身心障礙的朋友的什麼 對不對 那個過程很多嘛 身心障礙的朋友的行的問題 對不對 他行 食衣住行育樂這個部分 其實你看就有多少種能力 你要不斷的聚焦進去 那比如說行的部分 我們在探討說 無障礙空間到底好不好 你就聚焦到這個點 然後食的部分 他們吃飯的那個狀況 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也許他們 某些東西不能吃 衣服 比如說那些玻璃娃娃 他的衣服怎麼辦 你總不能 因為我們那麼小的衣服 你大概 你可以想像都是什麼 嬰兒服裝對不對 可是他年紀很大呢 你看他那個玻璃娃娃 小雪二十歲 慧君三十二歲 你說他小朋友他不是 他也不是小朋友 那你說 OAS叫他穿那個米老鼠 或者是什麼 Hello Kitty那些 那也許他也不想穿 你就可以去探討那些衣服的部分 那甚至你可以探討什麼 情感的部分 因為拍這個影片裡面 我最大的一個感觸就是 有機會我要focus 在那個部分 就是focus在情感的部分 因為截至目前為止 我後來去做了很多的 翻了很多的相關的那些文字 那個部分 包括他們那些社會 因為身心障礙朋友 他們的情感情慾那個部分 到現在幾乎沒有人去研究 他們也有 比如說愛情的渴望 對不對 他們也是會有欲望啊 那個部分到目前 台灣真的很欠缺 都沒有人去做那個研究 我覺得有機會 我有想去做 focus到那個地方 就是說我們拍任何一個東西 我們都要聚焦 好 接下來給各位看到說 一個部分 我那時候看到說 有沒有人想說 啊他們怎麼洗澡 我們其實某個部分 我們會聚焦到 他們怎麼洗澡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不是獻自己的 來齁 你們的牧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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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